很扎1.2兆台币买下推特准备当老板 特斯拉执行张马斯克在庆祝前 恐怕得先好好面对外界质疑 前全球首富贝佐斯在个人推特上直求提问 毕竟特斯拉已经在中国设厂 中国更是特斯拉全球第二大市场产销一条龙 而马斯克和中国政商界关系紧密 就怕马斯克买下推特的同时 也为中国政府打开监控全球网友的大门 丢出一罐不冷不热的回应 外媒关注未来中方在推特上的影响力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不甩提问 但路透社记者可没放弃 我刚才已经对你的演绎做出了回应 下一个问题 就是想问一下就是中方 因为Elon Musk的采购了推特 中方会否考虑未来 让在中国的中国人能够使用推特 你一直在演绎 英文不行就用中文提问 但中国外交部持续闪躲不回应 不过外界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尽管收购推特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交易才算完成 但马斯克和中国密不可分的关系 已经让未来推特的言论自由 被打上大问号 三里新闻环旋报导 三里新闻环旋报导